好,Kazam的螢幕錄影 Kazam螢幕錄影裡面 第一個,你如果要把教學過程錄下來的話 你要先學會調整你的音效 在音效設定裡面,請你選輸入 輸入裡面,你有裝麥克風 他會抓到麥克風 然後這邊可以調整麥克風的音量大小 注意這裡有一個100% 所以你的音量大小不要over太多 over太多會有音爆 那這是輸出的音量 這是看你要調多少 輸入跟輸出是不一樣的 就自己調整 首先確認你的麥克風ok了 然後再來去調整 那Kazam螢幕錄影的時候有幾個 幾個設定的偏好設定要注意 那特別 要說明的是他的快速鍵 當你的 如果你是去這樣 去按他的 你會感覺上這樣子有一點不專業 如果你想更專業一點 就不要用滑鼠去按 有幾塊的快速鍵 Ctrl加Super加R Super鍵就是Ctrl鍵旁邊的一個 有一個視窗的那個按鍵 我們在Linux下我們把它叫Super鍵 R是REC開始錄影 P是暫停錄影 S是結束 Q是離開 卡障這個程式 那這樣子你可以把你的 上課過程完整的錄下來 包括什麼 如果你要講解影音的時候 假設我們到YouTube去說明一些 上課去做一些範例的說明 那 那 這些影片的過程一樣會被 卡障錄下來 會被卡障錄下來 好 像這些如果你 按暫停也可以在這邊 做一些各種不同的說明 說明完了結束之後 按下Ctrl 做Super加S是停止就是錄完了 好錄完以後